新闻来源 大洛杉矶 LA 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洛克兰 Loughlin 仅仅只有3500名居民 然而在最近一年内 被安置了超过3000名非法移民 几乎都来自非洲毛里坦尼亚 Mauritania 这让当地居民的生活近乎崩溃 洛克兰位于西新大提附近 一直是一个安静的小镇 然而 从2021年开始 来自毛里坦尼亚 Mauritania 移民开始逐渐涌入美国 他们有组织的安置在洛克兰 洛克兰的管理员兼消防队长道格 维迈耶 Dogweire表示 如果回看2021年和2022年期间 已经有大量的毛里坦尼亚人进入美国 而不知道为何 他们把洛克兰当成了最终目的地 维迈耶指出 社交媒体平台 尤其是TikTok 在移民潮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毛里坦尼亚人通过该平台 分享移民路线 其中 导游发布的短视频 详细介绍了 从毛里坦尼亚出发 途经尼加拉瓜 最终抵达美国的完整路线 这些内容 吸引了更多前往美国的人 一些视频 还鼓励他们今天就行动起来 不要把梦想回在明天 为了注意繁琐的签证程序 这群非法移民 首先前往对毛里坦尼亚人 放宽入境政策的尼加拉瓜 然后搭乘长途巴士 穿越美洲和墨西哥 抵达美国边境 这条新路线 使非法移民 涌入美国的速度加快 仅从今年3月到6月 就有超过8500名 毛里坦尼亚人 非法越境 进入美国 而相比之下 之前4个月 只有1000人进入 对于仅占地 1.2平方英里的 洛克兰小镇而言 几千名新移民的到来 令其不堪重负 洛克兰市长马克 梅森 马克 梅森指出 洛克兰这样的社区 根本不可能承担如此规模的非法移民 根据消防部门的数据 今年的救助电话数量增长了12% 几乎全部来自毛里坦尼亚移民集中的住宅区 部分原因是 3000多名移民 拥挤在约200个房间内 每间房间最多只有十几个人 而且经常发生厨房火灾 我在消防部门工作了35年 我想我从未见过 向我们到达现场时 这样多的人站在建筑物外面 消防队长道格 维迈耶 Doug Weimar说 除此以外 医疗也几乎崩溃 这种崩溃 除了财政上 还是环境的崩溃 因为只有3500人的小镇 只有一间不大的医院 以前可满足全镇人的医疗需求 如今突然多了一倍的居民 很多本地人想看病 根本预约不到医生 就连急诊室 也都被毛里坦尼亚人占领 学校也是一个重灾区 这个3500人的小镇 学生人数不多 只有一所公立小学 大量不懂英语的非法移民 孩子涌入 直接导致当地的教育系统崩溃 老师不得不停下课程进度 来满足移民孩子的学习 洛克兰市长马克 梅森 Mark Mason表示 如果政策不做出调整 小镇将难以正常运转 他说 如果重复决定 继续实施开放边境政策 那么就需要制定策略 将引导移民至那些 可以承受人口增长的城镇 而不是洛克兰这样的小尊庄 市长梅森还表示 由于大多数毛里坦尼亚人 尚未获得工作许可 他们无法合法就业 也无法征收税款 这直接导致小镇的财政出现缺口 预计到今年年底 收入将减少近20万美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